天气越来越热 凤梨产季也即将要到来 台南市长黄伟哲为了推广台南深上区优质的台农16号甜蜜蜜凤梨 他是亲自率领农业局还有农会成员北上到新北市板桥摆摊来介绍在地的优质水果 希望可以让大台北地区的民众也可以体验到好吃又优质的台南农产品 手脚俐落将一颗又一颗的台农16号甜蜜蜜凤梨 切片装和水果甜香吸引不少路过民众停下采购 除了生鲜凤梨凤梨酥凤梨果干还有好多台南在地农产品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也到了台南凤梨的盛产季 农会总干事和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率队北上板桥区农会 行销台南台农16号甜蜜蜜凤梨以及17号金钻凤梨 今年台南的凤梨的产量大概跟去年差不多 希望大家吃到我们台南的凤梨心里面就涌出一股甜蜜蜜的感觉 这次活动除了新鲜凤梨之外 还有来自台南各地的优质农鱼货 湿木鱼酥 关田菱角 牛棒还有芒果等 农会市府自108年起每年都会到大台北地区行销台南农产品 宣传和销售成果有目共睹 一年比一年好 我想今年的凤梨的销售应该是抱持乐观的态度 销售的量之外我们要求值 那所以我们的优良的品质要品管要做好 台南山上区虽然区域不大 不过凤梨种植面积以及产量却是位居全台南第三 农会特别北上推广优质凤梨 要让大台北地区民众都能体验了解南部优质的好吃凤梨 介绍了杨达新北市采访不到